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爬道 今天我會和大家介紹一些截肢類動物 就是很多人自養的鼠虎 其實鼠虎不是昆蟲 牠是截肢類動物 叫甲殼類動物 其實牠們和龍蝦和甲殼類動物是近親 跟牠們比較接近 鼠虎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很多時候我們會把鼠虎放在生態缸裡 和爬蟲類動物養在一起 和青蛙養在一起 讓牠們在底材、枯葉的地方 幫忙分解屎、食剩的動物、枯葉等 近年也有很多朋友 喜歡用鼠虎來當作寵物 今天就介紹一下鼠虎 鼠虎有很多不同品種 超過一萬個品種 有四千五百個品種 居住在海裡 其他的居住在淡水的地方 剩下的大多數是居住在陸地上 這隻我手上的模型 就是一隻居住在海裡的巨型鼠虎 叫做大王巨竹蟲 這隻大王巨竹蟲 平時居住在海藏下面 牠們會在海牆找食物 吃一些死屍 吃一些垃垃垃垃垃的東西 牠們會撿來吃 就有點像龍蝦 有點像鞋 在海裡的大王巨竹蟲 可以去到很大隻 很多時候我們看Youtube的時候 尤其是在日本 牠們會拿牠們來吃 魚民捉到牠們 就會拿牠們來吃 甚至有些很好笑 就是魚民捉到牠們的時候 就會將牠們放在煙通上面 船上的煙通上 就會燒熟牠 然後拿來一起吃 也看過一些片 就是那些廚師 就拿牠們來做炒飯 日式炒飯 那些人吃了之後 就說很好吃 也將牠們劏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牠們的血是藍色的 還有牠們算是等觸類的動物 牠們的腳好像五公一樣 每一節就有兩隻腳 一邊有多少 另外那邊就有多少 所以這些都是等觸類動物 頭上有兩隻眼 還有兩條竹鬚 平時牠們主要是在樹林的底部 當然也有一些比較乾燥的環境 一些荒幕的樹林 也會有牠們的蹤影 大多數字樣的品種 其實都是需要一些比較潮濕的環境 有些也會住在一些岩洞 石壁 甚至有些偏向樹棲 現在就介紹一些很基本的品種 給大家看 以及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治療這些樹枯 在我手上這裡 有另一個模型 這隻叫做黑山白點球樹枯 這些樹枯 牠們懂得自己捲起來 像一個球一樣 所以叫做球樹枯 牠的屬是叫做阿瑪迪琳 這個屬裡面 全部都是這樣的球樹枯 待會我會介紹另一個品種 球樹枯給大家看 牠們呼吸的地方 全部都是靠梳 下面是一個梳 所以很多時候 牠們要保持住這裡濕潤 才可以呼吸到 媽媽如果生了蛋 牠們都會黏住在這裡 垂住在這個位置 直到牠們枯化了 變成有幼體的時候 就會自己落地 自己去生活 我現在第一個想介紹的 是一個球樹枯 叫做聖露塔球樹枯 聖露塔球樹枯 體型不算是很大的樹枯 但牠們相對比較容易飼養 容易飼養 一般整體的樹枯 大概都在20度至30度 就可以是它的室溫 飼養牠們 我先講這個聖露塔 牠們需要一些比較潮濕的地方飼養 有些樹枯其實需要比較乾 但這個其實需要比較潮濕 首先我們會倒些泥在箱裡 這裏就是一些 Sumet的Rapti Soil 這就是我們很喜歡用的泥 因為它裡面全部都是一些天然的成分 比用椰泥好多 因為椰泥純粹是用椰子殼來攪碎 就給不到很多營養的地 不是一個豐富的泥土 我們就會用剛才的Rapti Soil 最好的泥就倒深一點給它們 最好有四、五吋、五、六吋 那些泥就可以先噴濕一點 甚至可能倒一些在角落位置 令到水滲下去 在下面會比較濕 水氣慢慢向上升的時候 可以保持久一點 而且自養箱的孔不要太大 當然大小的孔可以調校 裡面的濕度可以保持多久 裡面的濕度可以保持多久 裡面的濕度可以保持多高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這樣切開孔 然後就放一個很幼的網 就像蚊網一樣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濕度要高一點的話 就可能再密一點 裡面我們會放些樹皮 做到好像樹林的底部 哇,生了很多BB 你看這隻 生了很多BB 通常一切開的樹皮 你就會看到它們一隻隻 黏住在樹皮底部 它們不是怎樣移動的 通常都是躲在下面就休息 但當你一反轉了的時候 下一刻它就全部會移動得很快 這樣我們會收拾很多乾的枯葉 這些枯葉其實都是它們的主要食物 你看一塊樹葉 它們會吃到這樣 吃到只有些纖維在上面 很多時候我們會收拾一些樹葉 樹葉有些什麼是適合它們的呢 例如一些白蘭 桑葉 木棉 洋子晶 還有一隻叫做洋提甲 這些都是在香港可以找到的枯葉 這些香港的品種 有些人將它們收拾了之後 就會用滾水輕輕煮一煮它 然後基本上就是用來灑灑菌 灑灑裡面的蟲卵 怕蟲卵會走進我們的滋養箱裡 還會加一些水苔 這些水苔就是保濕 基本上底材上就是這些 它們就會住在裡面住得很舒服 就要確保濕度有差不多 如果看到太乾就立即和它補一補水 它們就會靠吃這些樹葉 或者在泥土裡面找一些食物 但是其實我們都要給食物去吃 因為如果只吃這些的話 可能是不夠的 有時候我們會去買一些 這些就是人造的乾糧 有些叫做Morning Wood 有些叫做Bug Burger Bug Burger其實是主要用來做 給蜜蜀和蜿蟲的治療吃 但其實它們都會很喜歡吃 營養上對它們來說也是OK的 這兩種其實都是可以用一些滾水 混合一混合 它們就會變成啫喱狀 像以前我們餵的群蟲的適液糧去用 如果你做了一盒之後 其實可以放在冰箱裡 餵不完 可能一兩個星期內都可以再給它們吃 另外其實它們都需要很多鈣質 因為它們的甲需要吃鈣才能保持到硬度 我們通常會放一些蜜魚骨在裡面 它們會自己去咀的蜜魚骨 它們很喜歡吃蜜魚骨 最初我放了一條蜜魚骨 以為有時間吃 但看到牠們經常吃 很快就已經沒有了 有些人也會用一些燒蛋的蛋殼 自己吃完那些燒蛋 蛋殼就把它弄碎 這樣放下去 它們會自己去咬的蛋殼 從而吸收鈣質 剛才這個就是聖露塔球鼠蜀 很多這樣的鼠蜀 一生孩子出來的時候 會有很多種不同的顏色 有些人喜歡拿一些特別的顏色 然後把蜜魚骨再繁殖 即是那些特別的顏色 淺色的靜點 就把它拿走 然後放在另一個盒子裡 將它們養大 然後它們自己繁殖的時候 慢慢就會有一些 比較不同的特別顏色的鼠蜀 就像我現在手上這個 其實這一箱 跟剛才的聖露塔球鼠蜀 是完全一樣品種 但這一隻 它們叫做Magic Potion Magic Potion 就是一隻叫做魔法藥水 名字很古怪 這些是一些普通的名字 就是一些 由剛才的聖露塔 就生出來的淺色了的個體 那些人就選肉 變成了魔法藥水 這個是很多人喜歡的一個顏色 說起來 很多時候的泥 我們都會放一些跳蟲 在裡面 因為跳蟲和它們 其實是大家經常都放在一起的東西 通常都是那些 森林的底層裡面的分解者 那些跳蟲可以吃了一些霉菌 這些東西其實就是那些樹腹不多會吃的東西 那它們就可以令到環境更乾淨 因為始終我們養這些 經常噴水 一些泥的東西 都可能濕濕濕濕濕 就很容易會生出一些霉菌 那些跳蟲就可以搞定它們 有一件事一定要補充 其實除了它們會吃一些腐爛的東西 一些樹葉植物之外 最重要都要給它們一些蛋白質吃 這些都是對它們重要的東西 因為它們在野外 會吃一些昆蟲的死屍 會吃一些東西 令到它們吸收蛋白質 在我們人工自養下 很多時候我們會給一些 例如龜糧 魚糧 這些 夠不夠給一點點放下去 其實它們都會走過來吃 它們會很喜歡吃這些蛋白質食物 接著就介紹這一箱 這一箱大的 對我們來說是一些工作型的樹腐 什麼叫工作型樹腐 很多時候被人買回家 這裡有很多繁殖 它們繁殖得很快 這些工作型樹腐 那它們的名字就叫做光滑樹腐 那為什麼它是 其實什麼叫工作型的樹腐 其實沒有什麼叫做工作型 什麼叫做寵物型 其實只要它是價錢便宜 繁殖能力很高 繁殖得很快很多 而且很容易保持 很容易致養的話 其實一般來說都是叫做工作型樹腐 這隻這樣的光滑樹腐 就是一個很好的工作型樹腐 因為它們真的繁殖得很快 養它一會兒就已經生了很多出來 很快又會長大 那它們又可以繼續繁殖 通常人家做生態光 丟進去的都是買最黑的 深灰色那隻 你買一些顏色比較特別的 可能一些白色的乳牛 顏色看起來很漂亮 但當你放在生態光裡面 它太搶眼了 很容易讓你自己養的青蛙 夜晚走下去吃光 因為它們沒有保護色 所以如果你做生態光 最好就用一些比較深色 比較有保護色的樹腐來做工作 那麼自養箱方面 到底養幾大個箱 其實它們有些很小的動物 所以其實要視乎你自己 第一 養些什麼物種 有些樹腐可以去到很大隻 可能去到4-5cm都有 也有些是很小的 而且最重要是看看你的數量 以及你是不是想一直繁殖 如果你說我只想放在桌面上 晚上看它們動來動去 如果你是養一些很小的品種 甚至乎這麼小的阿加力箱 其實也是很好看的 自養它們 可能一個這樣的箱裡面 你養3-4隻 4-5隻 一些小的品種 其實是OK的 但是當有些人 因為很多人自養這些樹腐的時候 他們就喜歡看著這些樹腐繁殖 可能由自己開始只有10隻 養下養下就有幾十隻 有些人不知為何很享受 看到這樣的情況 就會用一些較大的膠箱 自己去選擇 其實一般多數都是用膠箱 如果要透明度高一點 要漂亮一點 就可能要用一些阿加力的箱 最重要是控制到濕度 如果你覺得噴完水很快就乾了 即半天一天就已經乾了 可能那些孔太多 那些氣孔太多 你就要慢慢遮一遮 或者換一些比較小的膠箱給它 那些洞洞洞洞洞 就不要開那麼大給它 因為它們需要的氧氣 不是真的很多 它們是一隻很小的童物 所以其實是可以在 關小一點都可以 那一樣要小心 因為有時候香港的氣溫 不是很穩定 如果香港有時候 夏天去到很焗很熱 你房間本身都很焗 你關到門這樣 那可能裡面就太焗太熱 那些樹腐就很容易會死 好 再介紹一些不同的品種給大家看 在我右邊這裡有一個叫做 塞維里亞黑鼠庫 來自歐洲的一些乾燥地帶 一些木林 比較乾燥的地方 它的屬名就叫做 Poselio 這個Poselio裡面 其實也有分很多不同品種 一般都是來自一些比較乾燥的地方 由於牠們的甲殼比較厚 牠們可以在一些很乾燥的地方居住 不需要太多水分 這樣就可以生存到 所以很多時候 一些人自養一些爬蟲 類動物在乾燥的環境的時候 牠們都可能會加一些 這隻黑鼠褲進去 幫牠們分解一些環境的東西 還有牠們的特性有些不同 牠們比較不怕光 平時那些鼠褲很喜歡躲在樹皮下 躲在那裡休息 但是這個品種很喜歡 每天都走出來走來走去 牠們不怕光 牠們很喜歡活躍的 這隻品種的鼠褲 還有牠們比較長一些 感覺上比較大隻一些 屬於一些很容易自養的鼠褲 你看我反轉的樹皮 裡面有很多隻 現在又介紹另一個品種 這個名字很古怪 叫做熊貓王Panda King 牠的屬名就叫做Cubaris Cubaris其實有很多不同品種的鼠褲 牠們都是來自亞洲的地方 多數是來自泰國這些地方 這隻熊貓王是其中一個品種 牠是一個很小的品種 擺在手上可能只有幾mm 在這個屬裡面 牠屬於一個比較容易找到的品種 也有很多不同品種 這個Cubaris 有很多都是一般自養舒服的人 最喜歡的品種 其中一隻叫做Rubber Ducky 很多人喜歡的一個品種 中文有些人叫做鴨仔 有些人叫做膠鴨 因為在頭前面 就像我們小時候玩的膠鴨 好像有一個鴨嘴走出來 那隻是很多人喜歡的品種 牠們來自泰國的一些硬洞裡面 自養箱 我們有時都會放一些石灰硬 在裡面的自養箱 如果他們需要這些東西 而且溫度上不可以太高 一般可能在二十四五度 牠們就會住得很舒服 那這個鴨仔的品種 雖然很多人喜歡 但是牠每次生一胎出來的時候 那個數量其實是比較少的 一般可能只有十隻 十多隻 而且牠的生長速度 相對都是比較慢一點 所以一般在市場上 就會比較難見到牠 或者就算見到牠的話 價錢上都可能會比較貴 屬於一些比較貴的鼠腐品種 在寵物的世界裡面 好 介紹了這麼多東西 我說一下自己個人的感受 自己又養了一群工作人員的鼠腐 那個都是我拍檔 很久很久之前送了一堆給我 那我就越養越多 越養越多 都適合香港養的 因為牠的自養環境不是複雜 很容易很便宜 很容易就已經可以做到 一個很舒服的家給牠們 而且牠們不會需要一個很大的空間 又不需要一些很複雜 要射燈又要怎樣 牠們不需要那麼多這些東西 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一些很適合香港人 自養的寵物 今集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值支持 拜拜 拜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